张仪列传二 于是哀王违背了合赠的盟约,而借着张仪的关系向秦国请求和解。 张仪回到秦国又当了宰相。 三年后,魏又背叛秦国而加入合赠的盟约,秦国便派兵攻打魏国,夺取取卧。 第二年,魏又在臣世秦国。 秦王想要攻打齐国,但齐国和楚国相约合赠。 于是张仪出使到楚国去。 楚怀王听说张仪来了,便空出最好的宾馆让他居住,并且亲自到宾馆去接见他。 说 这里是个偏僻落后的国家,您有什么指教呢? 张仪劝楚王,说 大王假如真能听从我,眼闭成官,断绝盟约,不和齐国来往。 我们秦国愿意献出商鱼一带六百里的土地给楚国, 并且派遣秦国的女子作为服侍大王的姬妾。 秦楚之间可以彼此娶妇嫁女,永远成为兄弟之国。 这样可以削弱北方的齐国,而对西方的秦国也有益处,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楚王听了非常高兴,便搭运他。 朝政所有的大臣都向楚王称贺,只有臣臣表示商道。 楚王非常生气地说 寡人不必派遣军队就可以得到六百里的土地,所有的臣子都表示称贺,只有你表示商道。 这是为什么呢? 陈臣回答说 大王,我不认为是这样。 以我看来,商鱼土地根本不可能得到, 而且齐秦可能会联合起来。 齐秦一旦联合起来,那么楚国的灾患必然到来了。 楚王说 您有什么理由说明吗? 陈臣回答说 那秦国之所以正是楚国,是因为楚国和齐国有邦交啊。 如今,楚国掩蔽成官,断绝盟约,不与齐国来往。 那么楚国便孤立了。 秦国怎么会正是一个孤立的国家,而给他商鱼六百里的土地呢? 张仪回到秦国,秦国必然会背弃向大王的承诺。 这样,与北方的齐国绝交,又从西方的秦国招来栽患, 两国的军队必然一起攻到楚国啊。 我为大王做最好的打算,不如就暗争与齐国联合,而表面上却断绝交往,并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 假如他给了我们土地,再与齐国断绝邦交也不晚啊。 假如不给我们土地,那暗争与齐国联合仍是我们的策略。 楚王说,希望陈先生闭起嘴来,不要再说了,等待寡人得到土地吧。 因此,楚王便将相印交给张仪,并且送他许多财物。 于是就掩蔽成官,断绝盟友,不与齐国来往,又派遣一个将军跟随张仪到秦国去。 张仪回到秦国,在途征上车时挽着绳索,假装不小心跌落车下,因此三个月都不上朝。 楚王听了这个消息,说, 这难道是张仪认为寡人和齐国断交还没做到彻底吗? 因此,他就派遣勇士到宋国,借了宋国的福洁,到北方的齐国去骂齐王。 齐王非常愤怒,情愿降低自己的地位与秦国交往。 秦国与齐国邦交建立了,张仪才上朝告诉楚国的使者,说, 我有秦王所赐的土地六里,愿意将它献给大王。 楚国的使者说, 哦,我奉大王的使命接受伤于六百里的土地,没听说是六里呀。 使者回报楚王。 楚王大为生气,派出军队攻打秦国。 陈阵说, 大王,我陈阵现在可以开口说话了吗? 我认为,与其攻打秦国,倒不如反过来割地送给秦国,以求与秦国联兵攻打齐国。 这等于是我割出的土地给秦国,再从齐国得到补偿啊,如此大王的国家还可以生存下去。 楚王不听,终于派出军队,而令将军屈盖攻打秦国。 秦齐便联合起来攻打楚国,杀死八万储君,并且杀死屈盖,最后夺取了丹阳汉征一带的土地。 楚王又再派出更多的军队,去袭击秦国,在蓝田展开大战。 结果,楚国遭受惨败,于是楚国割让了两个诚意,以求与秦国讲和。 秦国想要得到楚国前征一带的土地, 便要挟挟草国要以五官外的土地和楚国交换。 楚王说, 寡人不愿意换土地,愿意献出前中地方,只求得到张仪。 秦王想将张仪送过去,嘴上却不忍说出来, 张仪就自己请求到楚国。 慧王说, 那个,楚王怨恨你赴约不给予商鱼一带的土地, 那么必将杀你呀。 张仪说, 大王, 而今秦国强大, 楚国衰弱, 我又和楚国大夫近上交情很好, 假如能奉承一下楚夫人郑秀, 郑秀所说的话, 楚王都听从的, 而且我奉大王的命令出使楚国, 楚国怎敢杀我, 假若杀了我, 而替秦国取得前中地方, 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呀。 于是他就出使到楚国, 到了之后, 楚怀王就将他囚禁起来, 并要将他杀掉, 进上告诉郑秀, 说, 夫人, 您不知道您将要受到楚王的摒弃吗? 郑秀说, 哦, 为什么呢? 进上说, 那秦王喜欢张仪, 很不愿意让张仪出使楚国而受到杀害, 如今张仪被求秦王必将上拥一带六个县送给楚国, 并以美人嫁给楚王, 又以秦宫中善于唱歌的女子作为陪嫁, 以求赎回张仪, 大王看证土地, 又敬证秦国, 那秦女必将受到尘爱, 而夫人也将被摒弃了, 现在不如替张仪说情, 而将她放走。 于是郑秀日夜地向楚王说, 大王, 作为臣子的人啊, 各为她自己的国君所任用, 现在土地还没交给秦国, 秦国便派张仪来, 这可算是很尊正大王啊。 大王不但没回礼, 而又杀了张仪, 那秦王必定大怒, 宫逃楚国, 请让我母子都搬到江南去住吧, 不要让秦国像鱼肉般的宰割。 楚王觉得非常后悔, 便赦免了张仪, 并对待她像以前一样的敬证。 张仪已经被释放出来, 还没有离开楚国, 听到苏秦去世的消息, 便劝楚王说。 大王, 秦国的领土占了天下一半, 兵力可以抵挡四方邻国, 具有显耀的地势, 又有大河山川围绕着, 四周都有官塞巩固边防, 勇猛的战士一百多万, 兵车一千辆, 战马一万多匹, 积存的粮食像山丘一样多。 而且法令很严明, 兵士都安于苦难, 乐于牺牲。 国军贤明而有威信, 将领都有智谋而勇武。 秦国不出军则已, 一旦派出军队, 必然可轻易地夺取 险要的长山, 而截断天下背脊。 天下各国有谁敢不屈服的, 必定先遭到灭亡。 而且那些主张联合的人联合六国来与秦国争斗, 这和赶着羊群去攻击猛虎实在没有什么不同。 猛虎和羊不能成为相当的对手, 这是很明显的了。 如今大王不与猛虎相交往, 却反而和羊交往。 我私下认为大王的打算实在错了。 算起来, 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国便是楚国, 不是楚国便是秦国。 两个互相争斗, 他的情势无法让两国都存在下去。 假如大王不与秦国交往, 秦国便派军队先攻占韩国的遗养, 韩国的上郡之地便阻绝不通, 秦兵在进攻河登夺取成高, 韩国必然被迫向秦臣服。 另外, 魏国也随着秦氏而采取侍秦的行动。 这时秦国在进攻楚国西界, 韩魏进攻楚国的北界, 国家又怎能不灭亡呢? 而且, 说起那些主张合赠的人, 等于是聚集一群弱国去攻打最强大的国家, 不衡量敌国的力量而轻易地发挡战争。 国家贫困时而常派兵作战, 这简直是使国家威王的做法呀。 我听说过, 兵力不如对方, 就不要向对方挑战。 粮食比不上对方, 就不要和对方持久作战。 说起这些主张合赠的人, 他们专会讲一些美丽而又不实的言辞, 抬高他们的国君不侍奉秦的结形。 只说不是秦的好处, 却不说他的坏处。 最后受到秦国的祸患, 却来不及去制止。 所以, 我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他呀。 秦国拥有西方的巴蜀, 大船宰满了粮食, 从温山发出军队, 顺着江水漂浮而下, 到达楚国的都城只有三千多里。 合并两船装载兵足, 一船可以装载五十人和三个月粮食。 船顺水漂浮而下, 一日能行三百余里。 礼数虽然很多, 却不必使用牛马的力量, 不需十天便能到达汉关。 汉关一旦受到惊扰, 那么从静陵以登, 所有的诚意都要修至守备了。 最后, 钱征乌郡便不是大王所能拥有的了。 秦国派出军队出武官, 向南面攻打, 楚国的北境便被断绝。 秦兵攻打楚国在三个月内 可以造成楚国的危难, 而楚国等待诸侯的援救 却必须在半年之后。 照这个情势看, 根本就来不及。 等待弱国的援救而忽略了 来自强秦的祸患, 这正是我为大王担忧的原因啊。 大王曾经和吴国人打仗, 战了五次, 剩了三次, 军队差不多用尽了。 为了勉强守住新得道的城, 那些很留存的居民实在是很辛苦了。 我听说过事业太大容易发生危险, 而人民疲苦必然怨恨他的国君, 守着容易发生危险的工业, 而悖逆强秦的心意, 我私下真为大王感到危险呀。 而且秦国之所以十五年不出寒谷关, 以攻打齐诏的原因是因为秦国暗征计划, 有一举并吞天下的意思。 楚国曾与秦国造成祸难, 在汉征交战, 结果楚人没有得到胜利。 那些被封为侯或赐执规决的大臣有七十几个人战死, 最后丧失了汉中一带的土地。 大王很生气再派兵袭击秦国, 大战于蓝天, 这就是所谓的两虎相搏斗的情形。 秦楚互相斗得很疲困, 而韩魏却以完整的力量从后面加以制服, 算起来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做法了, 希望大王能仔细地考虑它。 假如秦国派下军队攻取魏国的晋阳, 这里的魏是魏生的魏, 必然好像锁住天下的胸膛一样, 使诸侯各国都不敢动弹。 假如大王派出军队去攻打宋国, 不到几个月便可将宋国攻占下来, 攻占了宋国, 再将军队指向东边, 那么临近四水旁边的十二个诸侯国 都被大王占有了。 算起来天下间以盟约联合诸侯, 使他们互相坚守约定的人, 就是苏秦。 他受封为武安君, 做了燕国的宰相, 却暗中与燕王图谋攻破齐国, 而分割他的土地, 因此便装作有罪逃出燕国而进入齐国。 齐王接受了他, 而且命他做宰相。 过了两年而被察觉, 齐王大为愤怒, 将苏秦车列在刑场上。 说起来, 以一个变诈虚伪的苏秦, 却想要经营天下, 使各诸侯联合为一, 他的策略不会成功, 那是很明显的了。 现在秦国和楚国的边境相接, 形式上应该是很亲近的国家。 大王若真能听从我的建议, 我愿意请秦王派太子到楚国当人治, 楚王也派太子到秦国当人治, 并且愿意秦王的女儿 作为侍奉大王的姬妾, 在奉上有一万户人家的大都义 作为大王争取赋税 以贡汤墓之聚的地方。 两国永远结为兄弟之邦, 终身不互相攻伐, 我认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策略了。 于是楚王虽已得到张仪, 却又难以让出前中的土地给秦国, 便想要答应张仪的建议。 屈原说, 以前大王被张仪所欺骗, 张仪到楚国, 我以为大王会将他轰杀了, 如今却放了他, 不忍杀害他, 又听从他的邪说, 大王千万不能这样做呀。 怀王说, 不要说了, 打允张仪的建议而再得回钱中, 这是很美好的利益, 已经答应人家而又违背他, 这是不可以的。 因此, 最后争与允许张仪的建议和秦国亲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